这集影片其实已经在我们的HardDisk存了 一年吼 诶 条件是什么 诶 条件是没有 条件诶 不要睡了 怎么可能我会有啊 怎么 诶 这样就有了吗 诶 今天我们要来讲故事 今天真的是24号 然后我们是在早上拍 等一下搞开始拿来剪 然后看几点我们就可以发布了 我觉得 这影片会引起很多人的轰动啊 可以 其实没有人管 你的影片最近没有人看 你的影片最近没有人看 哈啰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郑文 这影片是我Sendy 相信大家已经跟我度过了很多的今天 第三个今天 然后你看每一年我的生日都会PO一些 我的感受这样 我的心路历程这样子 可是今天没有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真人真事 然后真人就在这边 相信你们都是看到Dunnel的压进来的啦 OK 我现在要跟你们讲 一年前发生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的月经已经迟来三个礼拜这样子了 我好像跟你办很久耶 所以我们就想说要验一下啦 对 怎样都有意外的嘛 这种东西是不是 然后那个时候是高凯去买的 直接在那个shopping mall那边验 结果 就两条线了 发的哦 我的手也发的 我的声音也发的 然后我出来我又不敢跟高凯讲哦 本来那个时间 我们其实刚刚结婚大概半年的时间啦 然后我们 呃 那个时候是没有 打算 这么快要baby 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做工都比较忙 然后一直飞来飞去嘛 殊不知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 没有 没有 我不知道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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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不会用啊 没有东西出来吗 是要等嘛 到底是一条两条的没有 你希望有还是没有呢 你希望一条还是两条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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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有命吧 我们 等下我给你看 哦 哈哈 哇 可能 我知道了 你不会一次过 这样长进去 但是一只而已啦 这个一只也是可能是不对的嘛 你自己找 我让你知道 我让你知道 哦 就是这样啊 我不知道 这样就有了 哦 哈哈 是吗 我不知道哦 两个都positive 他 他有一点明显 他很明显 他很明显 你看 你看 C是浅 是油哦 然后当时的心情其实 就是 之前我也是一直有问高凯 就是我们要不要有 baby 这样子的东西 他都是讲说 啊 还没有ready啊 签还没有ready 反正 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ready 这样啦 然后我也是会有这样子 一点点这样子的想法 我好像要抽筋 可是怎么会有 快要 厉害 噢 我的天啊 只是 也没有顺其自然 也都有做好安全措施 你比较害羞 讲这样的东西 Anyway 结婚料有什么好害羞 对啦 我都28岁了 27 27 有什么好害羞 我觉得如果有的话 真的是缘分啊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 那一天其实我的家人要跟我庆祝我的华人的生日 所以其实我们去了那个mall 应该是6点多了 我们是要去dinner了 然后我们的心情又这样子不知道到底有还是没有 咯 怎样办呢 我们几点吃呢 等下 6点 所以现在应该要去吃了啦 但是 可是我们不可以力表现吗 你不要快要了 这种危险 我可以力表 我不可以 重点是怎么会中 oh my god oh my god 蛤 咯怎么会有咯 为什么 在几十日 oh my god 正在怀的话 分自己耶 没有正在的话 我觉得 我们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ready 可是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 然后 原来我们是可以准备好了 然后那一刻 其实讲真啦 就那个母性有点爆发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爆发的那一种 我不知道什么心情呗 等下 有时间我们再test第二个 然后我们会get back 然后我们就讲说 OK啦 我们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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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一下 叮叮叮叮叮叮 看这个是什么先吧 一个而已 一个而已 这个也是一个而已 所以是什么 在我们那边 很紧张 很乱的时候 刚才突然间 爆了一句话出来 这叫ovulation test 蛤 它会不会不是 pregnancy 你懂吗 可是我们是我们买错嘛 你设计下ovulation test 谢谢 它好像可能还是讲说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的 你做就有baby了 可以是 是吗 我不知道 好像是吧 事情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东西 不是烟运棒 是排卵棒 现在我们的video上面讲两条 现在代表是什么 我在排卵期 我觉得我们的title做得很好 我没有要prank你们 我们也没有要click back 我们这个影片 是觉得真的是很好笑 因为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怀孕了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有拍卵棒这个东西 比愿运棒还要贵耶 快快买了 那五支 我觉得差不多要六十多块 没有错的话 长得一模一样 虽然那个核子上啦 是有很大的肢血ovulation test 就没有 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没有知识 有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一看到 哦 这样子的shake 就是验孕棒了嘛 应该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这样子的东西吧 所以我们这一支影片 是要跟大家讲 原来除了 验孕棒 还有一个东西长得很像的 这是叫排卵棒哦 排卵棒就是 就是像有一些人 可能他们要baby 然后他们就test哦 这个时候排卵 那你们就醒房 就有比较高的基地怀孕这样子 这个影片为什么我们会留一年多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利用怀孕这件事情来 很像骗你们进来看啊 其实我很尊重怀孕这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怀怀不到 就是怀孕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啦 其实可以怀孕咧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开心 然后不应该拿来开玩笑的东西 然后是一个很值得珍惜 很宝贵的一个机会啦 这一支影片呢 我们真的说了很久 然后我们觉得是 算蛮有教育性的一支影片 因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啊 而且值得纪念 嗯值得纪念我觉得也是哦 如果你们是怀着那种祝福的心情 因为我怀孕的心情进来 想要祝福我的话呢 我真是很谢谢你们 到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你们分享的 所以你们不用着急 OK 如果你觉得好笑啊 呃很很很 欸你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 你想要让你朋友知道的话 你可以分享出去 这样子可以帮我们分享 然后留言按赞 谢谢祝我真是快乐的人 第一年的生日呢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很 就是庆祝啦 虽然我们去年有很棒的惊喜 就是高凯带我出门 这边 我们去哪里 我们想去 还没看的话可以在这边看 对 你们只能回味 因为今年不是那么容易能够飞 哈哈 回味吧大家 就这样 卖一下我的27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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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